Hello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 剛剛我收到 Insta360 寄寶的 Insta360 1RS 我會開箱然後做一個測試 再放上穿越機上拍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第一步 現在馬上開箱 我這一盒是雙鏡頭套裝 一盒總共有三件東西 最上面的是主機連4K廣角增強鏡頭 然後中間的是360鏡頭 然後最底的是電池 比上一代厚了少許 容量也大了少許 再看看這盒其他配件 這條是Type-C USB 線 用來充電用 這個這麼大的應該有機框 還有一個360鏡頭的保護罩 還有一個用來裝上自拍桿專用的轉接座 看看機框 今次這一代的設計 比起上一代1R的優化了很多 等下槍去外面 就會跟大家試一試 然後看看盒子裡面 都沒有什麼 有些貼紙 說明書 還有一塊給你擦鏡頭的擁抱 好了 就是這麼多的 好了 急不及待 我現在解開封條 然後裝上電池 首先對準了鏡頭下面的幾個凹凸位 然後看到前面的保險扣有黃點 只要你固定了 黃點就會消失 簡單幾個步驟 就組合了一部4K廣角的Action Cam 好 讓我試一下360鏡頭 輕輕推個保險扣 拔開電池 然後再將鏡頭和主機分離 對準鏡頭和主機之間的接駁位 然後組合下去 最後就是裝上電池 說這麼快又變身了一部360全景的Action Cam 主機旁邊這個蓋裡有一個MicroSD卡槽 還有一個Type-C插頭 我用回原裝的USB去Type-C的線插下去 然後就充電 充好電之後 就會和大家出去試一下這部 Insta360 ONE RS的重點新功能 現在七點未夠 太陽都未出來 我可以順便試一下這個4K廣角增強鏡頭 今次1RS有半寸的感光元件 比起GoPro的2.3分之1寸大一點 在這些光線比較弱的環境下 無論拍片和拍照的表現都比較優勝 咦!快走到前面的秘境了 我要試一下它的4800萬像的影響功能 是不是這麼厲害 用了三腳架 我就用手機程式去控制 進去普通拍照 轉回48MP 現在換鏡頭都是簡單 比上一代的 因為這一代的機罩 改良了很多 只要按鈕 彈開 立即打橫移出來 這樣就可以 轉移到整個機組出來 然後 然後 拆了電 這樣拆個鏡頭出來 好 我現在換個360鏡頭 很簡單 這樣拆回去 然後 套回電 看著黃點 拍一聲 完成了 好 現在馬上試一下360鏡頭 先試一下360鏡頭 用任何一支Insta360出的自拍棍 都可以把自拍棍隱藏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回到剪片的時候 用Insta360專用的程式 任意選出你想要的角度 例如 那邊 那邊 後邊 和前邊 將現場所有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收落在你自己想要的影片裡面 保護邊框的主收音孔 加了一塊減低風聲的海綿 我們試一試 開了抗風噪就是這樣了 現在是開了抗風噪的 現在是關了抗風噪 收到立體聲 現在是關了抗風噪 現在是開了抗風噪 說話發聲 就好像隔了一層東西一樣 好 接下來就是我最想試的環節 放在穿越機上面 加上5吋長的支架 希望360可以拍攝完整部穿越機 我希望不要因為重心高了而令到部機失控 好了,安裝好之後可以起飛了 影片拍了出來之後就可以用Insta360的手機程式 或者電腦程式去編輯 其實穿越機飛的時候 或多或少都一定有些顛簸 這個情況只要在剪片時開了FlowState防震 就可以把影片變回穩定了 現在用了360鏡頭去拍 當然可以任意調校不同的角度 這樣影片看下去就不會那麼悶 可以結束一張 可以任意調校 要配合 1個 nggak 是 有… 滴雨… 4K 广角增强镜头 整en gal particulier 这时用 된4K镜头 然后用电 可以换成镜头 8k演用 一部可以拍到 HDR 的Action Cam 官方就叫做 Active HDR 只要在主螢幕很快捷就可以選擇這個拍攝模式 接著我拍了一段影片 可以看到有開和沒有開 HDR 的分別 左手邊是用 Active HDR 來拍攝的畫面 而右手邊就是用 Normal Mode 來拍攝的畫面 當左右拼在一起來比較 見到分別就很明顯 尤其是留意到背光位沒有開 HDR 那邊就比較暗 看看全螢幕的 HDR 畫面 用定格再看兩者的分別 見到左邊明顯是光很多 跟著下來這一小段 就沒有明顯的背光 所以分別都不是太大的 又看看這個明顯有分別的背光位 左邊真是光很多 清很多 最後我就試了 6K 的 Wide Screen Mode 可以拍一些 Cinematic 的畫面 最新的畫面 採用於大廊的圖片 在每一個都看到的 就是大廊的圖片 從來看中文字幕的擁有 這次看中文字幕的角色 在黑色圖片 中文字幕的角色 超級有多大廊 在黑色圖片 如果印象有更大的圓片 在黑色圖片 中文字幕的角色 有多誤清白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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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